欢迎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首先呢,祝全球的藏友呢 圣诞快乐 身体健康 吉祥如意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刺激鉴定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件 很容易打眼的所谓原青花的房品 这一件呢,所谓的这个 原青花人物故事官 所谓的周亚夫屯兵细柳营 为什么说他容易打眼呢 因为他比较有一定的欺骗性 首先呢,我们看他的气形 气形呢,他这个我跟大家讲过了 所有这个介绍原青花的 所有的这些特征的 那么在做房品的时候 都会注意这些问题 所以他的气形基本上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再看他的胎幼 他的这个幼呢 有那么一点点的白中泛青 但是呢,还是不够 那因为这个原青花的 他的这个青白柚和软白柚的那种效果呢 是在无论是在光线下 在自然光下 还是在一般的灯的光线下 他的这种白中闪青是非常明显的 另外再看呢 就是他的这些 比如说这个灯的口 口芽以及内部这个做的太过规整了 因为在元代的时候 烧摇的时候 无论是在 这个所谓泼柚也好 刷柚也好 他都没有这么这个精细的 他虽然是非常精美 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条件下 还是有一定的缺陷 但是他这个太过精美 而且完全没有使用的痕迹 另外呢 这个绘画的技法上 这个仿的这个人 虽然是经过多年的这个训练了 但是呢 依然还是有现代的绘画的一些痕迹出来了 跟这个元代时期的这个画匠 在画的时候 有那些区别 区别在哪里 我后面还会介绍 那这个底 这不是麻仓土 这个绝对不是麻仓土 大家注意 麻仓土的特征是什么 你看上去粗糙 摸上去会是比较细腻的 但是这个你看上去粗糙 摸上去都是粗糙的 而且他的这个用 看着底足上的这个用 是刻意人为点上就是低上去的 然后他转了一下 他并不是元代那个时期所谓的他粘上柚以后他要刮掉 拿刮刀要刮掉的 他就完全没有 这个还是可以看到这里边 他里边呢 这个在制作的时候的问题 完全不符合元代时期的制作方法 如果大家看到我以前制作的视频就能够清晰的了解 另外呢 在这个地方 他的这个西光斑是极其不自然的 西光斑呢 元清花 所谓的西光斑铁锈斑 他一定要沉入胎骨的 在这一件器物上面的所有的这些这个西光斑铁锈斑呢 都是很上浮的 并没有沉入胎骨的感觉 大家仔细看就能够看得出来 另外呢 比方说包括这个 这个养莲文 他的这个画的也是过于工整了 这都太刻意了 他没有那种自然的这个感觉了 像这个底这个部分 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部分就是典型的 是人为做出来的 这种底 像这样的底在元清花当中 几乎不会出现这样的底 个别的有一些看上去比较粗 但是摸上去很细的那样子的底 都不会出现类似这样的 这个东西 这个还是因为 怎么讲呢 这一位号称是某某协会 收藏协会的会员 也是国家什么宝物鉴定 什么职称的获得者 能够把这样的东西当做倒带的元清花 这个实在是一笑大方的 从这个地方的胎幼看 有那么一点白种闪青 但是呢还是不够啊 还是这个贼光太多了 虽然他也用了一些这个 青婆酸去 所谓的擦拭一下啊 让他去去这个火气 但是呢 依然还是啊 这个火气十足的啊 就是就是有的时候 大家来说是烫手的 这个地方啊 这个西光斑 大家看也是极为不自然的啊 另外呢 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就是现在访这个元清花 比较做的金访高访的呢 他已经掌握了所谓这个 清料的这个晕散和流淌的这个技术了啊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通过现代的科技方法啊 找到这些用的配方和这个料的配方之后 这两个的结合就一定会出现所谓的晕散啊 以及流淌的现象 这个已经不是什么难题了啊 所以给大家介绍这个 就为什么这么说呢 啊 就是这个 你要说这个是苏玛黎清 这根本就不是苏玛黎清 苏玛黎清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你建的苏玛黎清建的多了 就能够有体会了啊 这些给大家讲 为什么说这容易打眼呢 就是你只要是所有的啊 学者研究者总结出来的呃 玛黎清花的这些特征 现在做高仿和金仿的都可以仿得出来 为什么 因为人家也学习啊 人家要赚钱也要去学习啊 你可能都没有系统的学习过 人家都系统的学习过啊 人家把这个啊 景德镇的这些啊 不同的几个窑纸出口的 圆青花的这个词片都研究透了啊 再去做出来一些东西 这样呢 可以让一些这个啊 所谓的冤大头吧啊 有一些钱的啊 可以打眼 那那那没办法 你不去系统的学习 是不是 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同学啊 也是自己开古玩店的一个老板 花了高价啊 在景德镇学了好几次 这个关于圆青花的鉴别 但是呢 景德镇有一帮做这个防古词的呢 是专门坑他的啊 因为觉得他就是冤大头 因为他学的不精 觉得学了一点啊 就会好像完全掌握了 不是的 这个一定要反复的看 反复的上手啊 你上手不了这个 这个倒带的真品 这个标准器 整器 你上手这个瓷片啊 都是很重要的啊 上手的关键呢 是一个是 你可以感觉到这个 人工拉披 或者这个磨印成成型的 这些的感受一下 另外一个呢 他的轻重啊 还有一个他的这个厚薄 你都能感受的出来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拿在手上看他的时候 在不同的光线下 这些这个胎幼啊 这些这个青花 他怎么样沉入胎骨啊 等等等等的 这些呢 你上手以后的感受会更深 但是如果你实实在在是没有机会上手 那你要去看这个博物馆的东西 看博物馆的东西呢 啊 你要在不同的角度去看 在不同的光线下去看 如果你到了博物馆 看不到底足的话 那你要买博物馆自己出的这些啊 啊 这个所谓的馆藏的图路啊 可以通过观察 然后呢 来了解这些底足的一些情况和特征 这些呢 如果一个一个馆藏的不能让你满足 那你要看更多的馆藏的这些个啊 图路 这样的目的就是能够提高你的这个分辨的能力啊 只有这样去做才不容易被打眼 否则的话呢 真的你就是伸着脖子出来等着别人来宰 那没办法 因为你学业不精 只能是你来去吃这个药 打这个眼 要不然呢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反复讲这个的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少打眼啊 少花冤枉钱 我并没有其他的目的啊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 代为话收藏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 订阅 点赞 并转发我的视频 也同时呢 欢迎您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 这样呢 您可以看到我们以往不同视频的内容 以及未来 我们持续不断更新的视频的内容 再一次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再见